兵分两路的另一边 魔神皇的攻击目标锁定东南要塞的可能性最大 魔族或许已经探知到了我们在调兵潜降 但对于我们联邦内部的一些重要部署 他知道的不可能太准确 必定会认为战士圣殿所在的东南要塞 仍旧是最弱的一处 却并不知道 我们已经将六大圣殿的职业进行平均 而且在出发之前 我们还安排了刺客圣殿的部分力量 分别增援到了万寿关和东南要塞 魔神皇这次调集的大军数量恐怖 也会留下至少二十位魔神负责指挥大军 如果他们直扑东南要塞 确实对我们是巨大的威胁 但是东南要塞也不是那么好拿捏的 上次胜战之后各大要塞都加强了防御 同时一旦探知清楚魔族大军的具体动向 距离东南要塞最近的万寿关和嘉陵关 也会在第一时间派出支援 最重要的是 现在各大要塞都有九位先祖坐镇 一旦哪一座要塞受到了攻击 以先祖们的实力 在一到三天内都能够赶到所在的要塞 其中四十多位先祖的力量 就算敌军强大 又有二十多位魔神率领 但想要攻破我们的雄关 也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甚至 他们还有可能吃上大亏 听了龙好尘的分析 众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萧霍的脸上 无法产生表情 但眼神中的那份欣赏和赞叹 却是很清晰地流露了出来 听众人想 小龙如此年轻 就能够成为联邦的第一人 果然非幸运所知 他不但修炼方面 既有天赋 心思更是沉稳细致 有辞子掌控联邦大局 这一次与魔族决战的获胜 也就大得多 龙好尘的猜测 与他心中所想完全一样 他也就不再多言 只是默默地看着龙好尘 进行布置 战略战术确定 接下来就是分兵了 尖刀军团 分兵六路 彩儿 陈英尔 王媛媛 韩宇和张芳芳统帅 每一支大军 分别有三位永恒英雄坐镇 司马先跟随陈英尔一组 林信泽是跟随王媛媛一组 段义和韩宇一组 杨文昭跟随张芳芳一组 雅廷跟随彩儿一组 兵分六路 同时出访 龙好尘负责的 是目标六座行省中 最中央的一处 这样也便于他能够在第一时间 赶往其他出现魔神的行省 破坏魔神柱 龙好尘这一组 虽然没有伙伴们跟随 但他实力最强 又有销货辅助 整体实力 绝不在其他五组之下 原本只有万余人的尖刀军团 化正为灵后 变得更加的灵变 就像是真正的六并尖刀 只差魔族北方腹地 圣殿联邦 与魔族之间这场 关乎存亡的博弈 终于是前面的展开 魔族魔皇宫中 魔神皇的脸色十分的难看 就在树魔神的魔神主 被摧毁的第一时间 他便感觉到了 这已经是 孙悔的第三根魔神柱了 下面密密麻麻的 站着数十名魔族 每一个都有着强大的气息 他们正是 魔族的根本 也是魔族最强大的一群存在 魔神 只不过呢 这些在魔族中 全部都是雄把一方的强大存在 此时连大气也不敢喘 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 甚至敢抬起头来 看魔神皇的 也只有前排的少数几位 树魔神死了 他负责留守御龙关 魔神主被摧毁 无疑 也就意味着龙好臣出手了 陛下 我也就吩咐下去 尽快获取那边的准确情报 只是京城距离 发魔兴手太远 最快要三天 但能有准确的消息传来 与魔神阿加雷斯几位恭敬 他很清楚 魔神皇最急于得知的是 破坏魔神柱的奥斯丁格里芬 还是龙好臣 如果是龙好臣凭借部分 奥斯丁格里芬的血脉力量 进行破坏 那么问题相对小一些 但如果是奥斯丁格里芬没有死 那么问题就大了 魔神皇目光依旧阴冷 魔神死去 他不会感到心疼 还可以重新培养 但是魔神柱 那才是魔族真正的根本呢 就像是撑起魔族 这座大厦的框架 已经有三根魔神主被毁 看似数量不多 但如果持续下去呢 十年 二十年的时间 又会有多少的魔神主被毁 魔神皇的目光 偷在了 月魔神身边的 新魔神身上 瓦莎克 受到消息后 我第一时间使用了预言术 只是针对奥斯丁格里芬是否出现 应该是准确的 机会魔神主的 应该是龙浩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受到了 他身上出现生命气息 并不像生命预言中那样 是亡灵之体 这样反而是对的 龙浩尘救走了叶小泪 叶小泪乃是自然女神留下的分身 可以说是大陆上生命力 最强的存在 由他在 说不定龙浩尘的心脏真有恢复的可能 至少 他也会带给龙浩尘很强的生命气息 哦 又来如此 那就难怪了 陛下 那我们是否还按照原计划进行 已经准备好了吗 最多三天 大军就能整队完毕 虽然数量不能和上一次胜山相比 但这次整合的百万大军 都是各族精锐 有陛下的率领 必定能够日如破终 好 一切暂时按计划进行 阿加雷斯 三天内 我要得到来自北方的准确消息 是 都算了吧 你们各自做好准备 魔神皇站起身子 大笑一挥 转身向着魔皇宫的后边走去 站在他身边的阿宝赶紧跟上 只是再一次听到龙浩尘的名字后 阿宝的拳头不禁再次钻紧 魔神皇一走 在场的一种魔神们顿时放松下来 脸色也不再像之前那么紧绷 相熟的魔神们彼此打着招呼 就出了魔神宫 新魔神瓦莎克自然是跟 月魔神阿加雷斯走在一起 两大魔神 缓步出了魔皇宫 脸上的神色却是显得有些凝重 三弟 你怎么看 一边走着 阿加雷斯向着身边的瓦莎克问着 虽然这是在魔都中 但两个人的交谈 依旧是传音 以他们的修为 就算是魔神皇 也无法偷听到他们的谈话 瓦莎克 眉头紧锁 轻轻地摇摇头 阿加雷斯 跟他太熟悉了 看到他这样的表情 不仅是心中意惊 难道你不看好 我们这次大军的行动吗 人类的整体实力 和我们还是有着 根本性的差距 陛下这次更是下定了决心 难道还不能叫人类击溃 二哥 还记得我当初 为了龙好臣和奥森迪克里芬 进行的大约束后 说过什么吗 龙好臣的存在 已经完全威胁到了 我族的统治 而那次也是唯一的机会 你是说 现在的龙好臣 已经成了气候 根据北方传回来的消息 龙好臣很可能 已经获取了 七十圣殿 六大神烟王座之手 永恒与创造之 神烟王座的认可 而这张神烟王座 在六千多年来 曾未有过一个主人 自从他降临之后 在人类中 一直只是 象征性的作用而已 这就足以证明 很多问题了 而且拥有他的 还是龙好臣 不仅如此 我怀疑奥斯丁格里芬并没有死 龙好臣能够 以这种形式活过来 奥斯丁格里芬 为什么不能 奥斯丁格里芬 既然能够转生 他的生命力 毕竟是极为强大 而且根据我对血气的研究 如果血气结束的话 就算主方活着 血气的力量 也会逐渐减弱 而龙好臣能够凭借 奥斯丁格里芬的血脉之力 击毁数魔神 不松的魔神柱 他的血脉力量 会弱吗 而且 我在这次的预言术中 还感受到了 龙好臣身边 有着强大力量的辅助 三弟 刚才在陛下面前 你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要说 就算我说了 陛下能相信吗 闹着那么多魔神的面 说不定他还会怪我 动摇军心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不想再死一次 说到了这里 他眼底寒光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与魔神 阿加雷斯也沉默了 轻轻地拍了拍 瓦莎克的肩头 三弟 回去好好休息 说不定我们 不日即将启程 二哥呀 二哥 你真的以为 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如果不是你为了我 用力地甩甩头 瓦莎克再次长叹一声 转势而去 在离开的过程中 原地 始终有着思索之色 岳魔神阿加雷斯 直接返回到了 自己的岳魔宫 回到后面秦宫中 阿加雷斯 坐在自己 平时最喜欢的王座上 闭上了双眼 似乎啊 是在默默地思索 足足一刻中的功夫 他像是决定了什么一弯 猛然起身 来到书柜前 从书柜中间的一层 拉出了一本 不起眼的书 顿时 书柜发出了 轻微的喳喳声 缓缓地向左侧移开 声音很小 只是有着十几秒的功夫 一个门户出现在书柜的后方 当他走进门户之后 书柜又自行地闭合 那本被抽出的书 也是回到了原位 淡淡的紫光 从阿加雷斯的身上亮起 照亮了周围漆黑的涌道 一直向内走进了十几米后 又下了一层阶梯 这才是有了光亮 谁 是我 形势如何 形势很微妙 现在还不好说 不过根据瓦沙克所言 这一次魔神皇的行动 未必能够成功 瓦沙克强调 下次针对龙好臣 和他那光之陈希猎魔团的计划 是唯一的机会 龙好臣还活着 就意味着那次机会 已经失去了 也就是说 魔族很有可能 真的要走下坡路了 瓦沙克的话可信吗 应该可信 当初他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瓦沙克 一直以来跟我感情都很好 我试着怀疑 他已经知道了些什么 我要找个机会 和他好好谈谈才行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按照魔神皇本来的计划 这次几击大军之后 将直接挥视袭进 或距离我们魔独 形成最近的东南要塞 然后一直向西 沈入人类圣殿联邦附地 直接杀到圣城 逼迫圣地联邦 在圣城与我们决战 到时候龙浩尘必然也回来 比奇功于一 在圣城 彻底将人类打残 同时 利用这次胜战的机会 在人类世界大肆劫掠 不但要劫掠财物 同时 也要劫掠大量的人口回来 让人类 几千年来积蓄的底蕴被抽空 然后并不毁灭人类 在抽光了人类情话之后 再撤回来 当然 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 必定要将为首的 一些人类强者杀死 这里被他放在第一位的 就是龙浩尘 这确实是一个 好办法 简单直接 以阳谋和绝对的势力 压制人类 难道魔神皇 听说了数魔神阵亡之后 要改变主意 至少目前 他还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 这个办法 确实是对魔族最有利的 你知道阿加雷斯 为什么要召集 五十多位魔神 在魔族集中吗 而且让他们 全部携带着 自己的魔神柱 不是为了集中力量 对圣殿联邦 发动圣战吗 别人不清楚 难道我还不知道 魔神皇 这是对龙浩尘的 一种畏惧 他现在最怕的 其实是龙浩尘 带领他的 光之陈希列魔团 伸入魔族内部 专门找我们 这些魔神下手 那样的话 就是防不胜防啊 魔神皇跟我说过 龙浩尘 现在的实力很强 以他的秀为 能够说出很强二字 恐怕龙浩尘 现在的秀为 就不是普通魔神 所能对抗的了 所以 他才将大部分魔神 召集在一起 避免被龙浩尘 各个击破 同时 也可以集中力量 发动战争 魔神皇的计策 不可谓不抽象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送信给龙浩尘 不 再等等 我已经决定了 这次圣战 也是我们的一次 重要机遇 但就算和龙浩尘 进行沟通 也要等我们 有了准确消息再说 这一次 绝不能再出现 半分差错了 等有了准确消息后 你亲自走一趟 嗯 扑斥一声闷响 巨大的魔神柱 瞬间破裂 化作了无数的碎片 在空中飞扬 龙浩尘悬浮在半空之中 永恒之楷 所化的巨大白色双翼展开 让他看上去 就像是从天而降的天神一般 就在那魔神柱下方 一名魔神 已经完全地失去了生命气息 而他的魔神经河 就在龙浩尘的手中 北方六个行程的战斗 也接近尾声 兵分六路的尖刀军团 所向披靡 魔族北方六大行程的首都 全被毫无悬念地攻破掉 其中 龙浩尘他们找到了两名魔神 全部地死在龙浩尘手中 连他们的魔神主也被击溃 至此 魔族七十二种魔神中 被破坏的魔神主 已经达到了五根之多 夏朗 这城内的情况如何呀 一切都很顺利 在我们过来之前 彩尔他们已经叫这边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 无资 全部被魔法师 以除戒之邪带走了 这跟魔神主也毁掉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按照时间推算 无论怎么说 魔神皇都应该已经得到准确的消息了 他也应该有所行动了 我们先集中 兵力在一起 向南在突破一座行程之后 就要跟魔神皇玩捉迷藏了 什么 看着面前的月魔神 阿加雷斯 魔神皇怒气薄发 猛然站起身子 在坊间中来回的踱步 阿加雷斯恭敬地站在一旁 垂手而立 看着焦躁中的魔神皇 他心中微动 但表面上却没有任何的表示 足足走了五分钟 魔神皇这才是停下脚步 双眼为蜜 眼中的怒火 也是渐渐的熄灭 其实来着的是一丝 欣赏之色